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挥泪惜别这个舞台 于正老师耍宝卖萌中 有哪些对历史的误读 美少女们如何用十八般舞异 让自己脱离险境 一切精彩 精彩本周中华爱美丽 来吧 来吧 一起套上全新体验 我们和我们一起奏上全新体验 家人有在意 中华爱美丽 这也是田津卫视 国内首档 活学美少女综艺节目 中华爱美丽 中华爱美丽是由中国 天然玫瑰花枝饮品 开创品牌九朵玫瑰 独家冠名播出的 大家好,我是黎岸 大家好,我是马松 上期节目 我们南方队的十七位美少女 真的是经历了层层的考验 没错 最终有六位美少女离开了我们 有十一位留了下来 是的 今天也一样 我们北方队的十七位美少女 已经准备好了 她们迎接的就是 粗重的考验 重重的困难 好,当然了 我们这节目还有一位大师 不得不介绍一下 没错 我们都会非常亲切地称他为 国学大师傅 萨苏老师 欢迎萨苏老师 当然了,在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之前 我们一直在网络上面 为所有的美少女们来进行的一个 网络人气的集结 在节目录制之前呢 我们北方队网络人气的第一名 他会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安全区 配留在这个舞台上面 为了公正公平公开 是的 所以有请我们的导演 把最新的统计结果拿出来 好,来 好,这个幸运儿他到底是谁呢 来,让我看一眼 我们恭喜邵伟师 恭喜邵伟师 你可以直接进到这个安全区 我们已经无数多次的强调 十七位我们美少女 进行的队内整顿 是的 会有六位要离开我们这个舞台 十一位能够留下来 那么加上南方队的十一位 留下来的美少女也就是说 我们最后总共会有 二十二位美少女 能够留在这个舞台 继续跟我们一起录节目 必须要提醒大家一下的是 这二十二位美少女当中 有九位将有机会成为 九朵玫瑰的形象代言人 也有机会成为余政老师 下一部新戏的女演员 所以各位也好好加油了 是的,期待可以在这个舞台上 再发你们的美丽 所以接下来有请这十六位 美少女进入考试区 恭喜 欢迎回来这里是天津卫视 国内首档国学美少女 综艺节目中华爱美丽 马上进入的是北方队第一轮的考验 脱颖而出 脱颖而出 北方组代替十六位队员 分为四队进行答题 每队回答五道问题 美少女们根据题目举牌 选择A或者B 正确题数最多的一队 则直接进入安全区 其余十二人进入第二轮考试 请听第一道题 三大国学启蒙读物 除了百家姓签字文之外 还有哪一本 A 三字经 B 蔡跟谭 A B 请作答 我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第二个 A 三字经对不对 对 恭喜你们答对了 其实在这里我有一个 跟答案没有关系的这个问题 欢迎这个百家姓 你能背出前面几个姓来 百家姓说实话真的不会背 这个我真的还挺好奇 他也不是按这个笔画 也不是按肯定也不可能是按 数数 也不可能是按拼音 对 他是按什么牌的呢 百家姓是在宋代出现的 宋代的皇帝姓赵 所以自然他要放在第一位了 那么为什么钱排到第二位呢 是因为当时的百家姓是由浙江人给做的 而浙江当时是属于吴越国的底盘 吴越国的国王叫做钱畜 所以钱字就排在第二位 所以看来还是谁当的官大一点 那我们李家人在那会儿应该 关不小 是啊 我们很靠前啊 那你们很多皇帝都姓李啊 对啊 真的 一下子有一种光宗热的感觉 马上进入到第二道题 这道题是一道展示题 有没有请萨苏老师 对 我们中国也是茶道的故乡 我们有很好的茶具 比如说紫砂茶壶 就是我国的一种特殊的茶具 那么这个紫砂茶壶它的壶形是什么的 A是四项壶 B是石瓢壶 请回答 老师您能拿近点让我们看看吗 对 两鱼一声四项 可以放在那儿给你们品 好 这道题呢 不是让你们研究它的材质 来 告诉我们正确的答案 A 四项壶 B 石瓢壶 A 所以你们给我们的最终答案是 A 恭喜你们 打错 好多 好失落的瞬间 真的吗 我直接告诉我写B的了 这个正确的答案是石瓢壶 我们请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的确在我们的紫砂壶里面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形状 比如连夜壶或者是石瓢壶 或者是四项壶 如果是四项壶的话 它应该是有分半的 那么这个呢是 只有两个答案里面 你应该选择就选到石瓢壶了 谢谢萨老师 接下来请听另外一道题 这是一道视频题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在史实中孙权所有的这一把剑的材质是什么 A 钢铁 B 青铜 A B 请作答 应该是青铜 在史实中尊全的这把剑的材质 B 青铜 对不对 恭喜你们再一次答错了 所以正确答应该是A 钢铁 抱歉了 你们已经连续错两题了 接下来这个问题 是的 李白笔下的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室银河落九天 置的是哪个地方 A 庐山 B 黄山 这一道题 黄山啊 还有商量 这个到底需要商量吗 我A 庐山 你们有童年吧 庐山 A 是庐山 B 是黄山 所以你们决定是庐山 对不对 是的 恭喜你们回答整圈 是呀 我庐山 接下来我们来听你们的最后一道题 请听题 她是东汉末年的著名的女诗人 她生于书香门第之家 她精通天文术理 博学能文 又善师父 她的父亲是曹操的智友和老师 请问她是谁 A 蔡文基 B 班杰鱼 请作答 来 五 四 三 二 你们的选择是A 对 A B 不是 A 到底A还是B 别纠结了 纠结 确定吗 A 对 确定 A是蔡文基 所以 所以 恭喜你们答对了 好 好 好 但是我们来就请萨苏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她是一个妃子 蔡文基是因为文基归汉而著名的女文学家 那么她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情意的人 她被带回来之后呢 当时后来她嫁给了另外一位姓董的一位官员 结果呢 官员犯了法 她就光着脚跑出去求曹操 结果因为到得非常及时把她丈夫给救了 所以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女文学家 哇 哇 总够回答对三道题 所以还是要恭喜你们了好不好 所以这我觉得就是这档节目最大的魅力所在 除了看到这个孩子们长得非常的漂亮之外 他们可以在这个节目中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来 第二组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准备好了 好 请听题 第一条题 他是一名史学家 他出生于西汉史学世家 他因红月舞得罪汉武帝被降罪 他所写的著作被公认为中国史书的典范 被鲁勋称为 世家之绝唱 是 无韵之离骚 这个人是 A 司马迁 B 司马光 司马迁 AB 请选择 司马迁 他们这道题是正确的 这个只是一点小牌的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同样是一道视频题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最后一次 超新大 小牌 纱丸 背景 从现在开始 小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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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斋之遇》中 畫皮的故事 發生在我國的哪個省 A 山東 B 山西 請坐塔 山西 選B 山西 對 應該是山西 應該是山西 為什麼 對 因為我們好像記得 蒲宗玲好像應該是山東人 這個我覺得這個問題 好像是 我回答最好了 因為我是山東人 你確認是山西是吧 對 確認是山西 百分之百 那為什麼蒲宗玲 要是山東人 要把故事寫在山西呢 讓我來聽到回答這個問題 古代的這個文人 都很避諱 就不願意把自己家人 自己家周圍的人 自己老鄉說成壞人的 是這樣的 恭喜你們答對了 好 我們先來聽一下第三道題 是的 以下每個國家是絲綢之路 經過的國家之一 A 印度 B 伊朗 請選擇 伊朗 伊朗 決定是伊朗 請選擇 伊朗 應該是伊朗吧 A還是B 伊朗是A還是B來著 B B 伊朗 B 伊朗 B 伊朗 選伊朗吧 伊朗 好 確定了B 伊朗 好 恭喜你們回答成全 答對了 好 我們馬上進入到第四道題 接下來我們來聽一聽播放的這一首曲子 好的 這一段旋律我相信有的朋友會覺得非常的熟悉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剛剛播放的這一首曲子 它的名字叫什麼 A 高山流水 B 白鳥嘲諷 AB 請選擇 高山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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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答案是A 高山流水 高山流水 恭喜你們答對了 好 馬上進入到最後一道題了 請聽題 宋朝有一句話是這麼描述的 由井水人家處接唱柳瓷 中的柳指的是誰 A 劉宗媛 B 劉勇 來 AB 請做答 應該不是劉宗媛 應該不是劉宗媛 應該偏向於劉勇吧 劉勇應該是問答性的 稍微偏 來 告訴我們答案 劉勇 4 劉勇 3 劉勇是什麼 選擇B B 劉勇對不對 劉勇 恭喜你們 回答上去 恭喜你們 其實在我看來 劉勇有點像現在的這個 林希 因為她寫了很多 歌詞 對 就是跟愛情有關的 然後 好像更為通俗易懂的 這個是嗎 對嗎 是這樣的 因為劉勇活了的時候 極為得到少女們的喜愛 以至於她死了以後 女孩子們經常要跑到個墓上 就叫紀柳妻 有這個節日的 所以他們這一對 共回答正確了 五道題 恭喜你們 太厲害了 接下來您將看到 脫穎而出進入白熱化階段 美女主播李愛 在舞台不計形象 拖鞋光腳為哪班 余政老師 今天又將為我們帶來 什麼樣精彩的成語故事 終極對決美女們 又將會有怎樣刮目相看的才藝展示 一切精彩稍後繼續 歡迎回來 這裡是天津衛視國內首檔 國學美少女綜藝節目 中華愛美麗 中華愛美麗是由 中國天然玫瑰花枝 飲品開創品牌 九朵玫瑰獨家冠名播出 長話短說 聽題 第一道題 A 《烽火系諸侯只為博美人一笑》 這一點故當中 周幽王為了博誰一笑呢 A 即將 B 包四 A B 請作答 包四 恭喜回答正確 第二題請聽題 清明上和圖各位都知道 那清明上和圖表現了中國 哪個時期的繁榮景象 A 北宋 B 南宋 請作答 北宋嗎 確定嗎 北宋嗎 是嗎 A B 請告訴我們答案 A 北宋 對 確定嗎 南宋嗎 恭喜他們 北宋回答正確 他們這一隊的實力 還是相當了得 才兩道題而已 不著急 來 我們馬上進行考驗的是 第三道題 第三道題 請聽題 我們經常都會聽到 回眸一笑百媚聲 六公粉袋無顏色 是白居易 形容楊玉環的詩句 請問這個詩句 是出自他的哪個作品 1 菩薩滿 B 長恨哥 恭喜回答正確 但是我其實還滿想 讓子涵來給我們表演一下 什麼叫做回眸一笑百媚聲嗎 好 來 子涵 我們來表演一下 就在那裡就好了 好 對 來 3 2 1 還是不錯的 除了第一下那個影頭 我以為他要把脖子給上了 對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來聽聽 第四道題 請聽題 在月公中陪伴嫦娥的男人是誰 吳剛 好簡單 吳剛 吳剛 B 後裔請做答 吳剛 吳剛 A 吳剛 為什麼呢 我覺得你這個好奇怪 我也想問為什麼你叫馬松呢 不是 我 這就 不是 不是 你就這樣 這還要問為什麼是吳剛嗎 那我為什麼叫馬松是因為我爸 我媽給我起的馬松 所以就是吳剛他媽 他媽給他起的名字叫 吳剛嗎 那他應該選後衣啊 萬一他不知道呢 這 他不管怎麼樣 回答正確 回答正確 所以現在他們一共回答了四道題 全部正確 還剩最後一道 對不對 這道題是一個視頻題 我們來看 你看看那支槍架 像那麼回事兒似的 好像其他二百九十九位樂師 誰都為他賣勁兒 仿佛那優美的樂曲聲 都是他吹出來的 可是誰會想到 他是在那裡裝腔作弑的 剛才這段視頻當中講述的一個成語典故 叫做濫於充術 是的 請問這個典故發生在哪個國家 A 齊國 B 燕國 A 齊國 A 齊國 燕國他是錯的 所以告訴大家 正確的答案是 齊國 齊國 好 接下來我們來聽聽 第四組的你們的第一題 第四組的第一題是個視頻題 請看 西梁女國 西梁女國 有 和你們 悟空 到了西梁女國 你們要小心 不要大放情懷 壞了我佛門青龜 師父 那你放心吧 放心 放心 師父 剛才大家看到的 都是西游記的經典片段 請問 夏列民族中 哪一个是西游记中女儿国的故事原型 A 摩梭族 B 独龙族 这是一道相当简单的题 A吧 摩梭 我记得应该是在东南亚那一带吧 摩梭族在东南亚一带 不是 不是 就应该是吧 应该是他走的那条线路上 经过听那个名字很像的感觉 所以你们的选择是 A 摩梭族 不管怎么样 恭喜你们 回答你 答对了 所以因为这个 其实这个摩梭族 其实现在最群聚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非常美丽的 彩云之南云南 云南的卢孤湖边 现在有很多的游客 去到卢孤湖 就想去感受一下 那里摩梭族的这一种 走婚的这一种文化 想太多了 其实他们并没有那么开放和自由 他们所谓的走婚文化 仍然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但他们仍然非常忠于自己的爱情 是的 对 各位想去走婚的朋友们 真的你们有可能想太多了 是的 好的 我们要进入到下一道题 没错 我们来听听 第二道题 北方人年夜的时候 一般都要吃饺子 那么请问吃饺子 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A 团圆美好 B 庚碎骄子 请选择 毫不容易地拿出来了 B 庚碎骄子 随之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庚碎骄子 恭喜你们 太棒了 古人向人介绍自己的哥哥姐姐时 称为家兄家姐 那么介绍自己弟弟 应该称为什么呢 A 射地 B 余地 请回答 你们选择的是 射地还是余地 是A 选A吧 选B 余地 B 余地 B 余地 我记得是 余地 对不对 好 所以你们最后选的是余地 是的 不是射地吗 换我搞不好也可能 是射地还是余地 答错了 非常的抱歉 现代人很容易用错这些词 比如经常我们说令尊 令堂 但是有些人说 你的令尊 你的令堂 这个就是符合 让他重复说了 其实是 所以大家还是稍微的把这些词 了解一下他的意思 是的 好的 恭喜了几位 接下来再一次听下一道题 这是一道展示题 接下来你们要用发自内心的尖叫声 掌声 有请我们的李爱老师来展示这道题 一定要看清楚我的动作 有请 来 给个静静 脚 没脚气吧 再掌声鼓励一下 因为我现在没有加头发 所以请看清楚 我是披着头发的 是披着头发的 光着脚 好 所以要问大家的问题是 我演绎的是古时哪个国家的形象 A 匈奴 B 越国 你是说我光着脚 散着头发 是哪个国家的形象 你看看吗 匈奴 我看到不这样 匈奴还是越国 A B 请选择 越国 匈奴越国 看清楚 他们选择的是B 越国 所以最终的答案就是 B 越国 幸运没见过 其实这个真的很容易错 大家都会觉得匈奴嘛 可能就是更加自由一些 如果你真是匈奴人的 形象呆人的话 你应该输一脑袋小辫子 然后还拿刀把脸上 砍两道口子 没错 然后穿上皮靴子 刚才非常的谢谢李爱 为我们这一段所做的展示 接下来的这一道题呢 是一道视频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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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电影刘三姐的片段 那我的问题就是 电影刘三姐反映的是我国 哪个民族的生活故事 A 撞族 B 遗族 请作答 A 撞族 毫不犹豫 因为遗族的服装不是这个 好 所以恭喜你们 答对了 第四组 他们共答对了一共是四道题 所以要恭喜我们第二组 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安全区 恭喜你们 恭喜 来,我们有请第二组的四位美少女 进入到安全区 因为公平起见 在第二轮考察之前 我们要把十二位美少女 进行重新分组 那重新分组之后 我们正式考验 接下来 《八卦之》 饮品开创品牌 《九朵玫瑰》独家冠名播出 大话成语 北方组十二名美少女分为三队 由于正老师大话一个成语故事 在故事中 由七处正式错误 三队选手需挑出错误 并表明正确答案 正确率最高的一队四名选手 即可进入安全区 大家好,我是于正 欢迎大家过来收看我们的大话成语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握心藏胆 我很荣幸给大家请到了一位 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 他叫勾剑 我们看看他究竟有多勾剑 大家好,我是勾剑 话说吴王和吕打败齐国后 登上了南风的霸主 我的祖国粤国是吴国的邻国 两个素来不和 公元前四九六年 我即位了 为了征服粤国 吴王发兵攻打粤国 两国在坠里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浙江杭州 发生了一场大战 吴王和吕满以为可以打赢 没想到吃了个败掌 自己又摔下马背 再加上上了年纪 回到吴国就一命呜呼了 吴王和吕死后 他的儿子夫差就继承了皇位 夫差为报复仇 他命吴国大夫 孙并和另外一位奸臣薄匹 操兵买马 终于最后决定攻打粤国 最后粤国 战伴 我也被逮住了 吴王生病时 你在床前尽力照顾 吴王看他这样尽心地伺候自己 觉得你非常的忠心 然后呢就允许你返回粤国 哈哈哈哈 苍天有眼 我终于回到了粤国 但是我立志报仇雪 呵呀 我不愿意被眼前的舒适 而消磨了我的动智 于是勾剑出了一个大招 绝对是纯严买的技术 对不对 玄良刺骨 我刺 我再刺 难道你还要再睡下去吗 你忘记了 那个夫差是如何把你当做牛骂来释坏 公元四七五年 岳王勾剑终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大规模的进攻武部 哼 那吴国之兵 溃不成军 我把他包围了两年 夫差就走投无路 哼 自杀了 后来勾剑北上中原 与诸侯会盟 成为三国时期最后一个霸主 岳王勾剑握心肠胆 终于使自己成就了一番伟业 诶 我还没演那个握心肠胆呢 上次演过了啊 忘了告诉你 什么时候的事啊 请回报 慈徽到此结束 好,请各位停笔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组的答案 来,给我们亮一下你们所写的 投悬梁追刺骨 你觉得是不对的 应该是握心肠胆 你们只能写出五道,对不对 是不是 好,来看看旁边的这一道 尽力了,来,这边 看看你们的提拔 他们写出了六道 所以他们那边也有 但我想问一下这个三国叉 是什么意思 你当时 勾剑它是 它是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王 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王 所以他不是写的是三国 三国叉 对 来看看这边的提 孙并应该是五子续 这也是前两对没有写到的 对 其他第五是服装 服装一感叹号是什么意思 服装有问题 你说余政老师的衣服不对是吧 不是,不是余政老师 是那个同会的 那到底正确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有请 萨索老师 萨索老师 比如说 吴王和吕是首先打败楚国之后 才去进攻吴国的 话说 吴王和吕打败齐国后 登上了南风的霸主 关于那个公园这个问题 刚才咱们哪个组的朋友 我忘了是哪个组 没想到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呢 的确当时我也吓了一跳 他是说他是公园前四百多年继位的 然后公园后四百多年打败了夫差 公园四七五年 岳王构建终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大规模的进攻吴国 然后这位老大估计能活一千多岁 这个现在我觉得医学技术还达不到 所以这个第二个的确 是不应该是公园后的 而应该是公园前 还有讲到呢就是他吴王和吕 伐越之战的时候被战败的那个地方 叫做醉里 为了征服越国 吴王发兵攻打越国 两国在醉里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浙江杭州 发生了一场大战 这个醉里也的确是 不是杭州 而是现在的嘉兴 可是这里面呢 他还讲了另外一个问题 他这个呢 可能非对这段历史非常熟悉 才会知道 就是当时吴王和吕怎么会受伤 然后回去就死了 那么这里面呢 于正老师这么说呢 吴王和吕蛮以为可以打赢 没想到吃了个败仗 自己又摔下马背 再加上上了年纪 回到吴国就一命呜呼了 是他是从自己头马上掉下来了 其实这位大王还没那么窝囊 还是能骑在马上呢 是因为当时越国有个大将 就临孤伏冲上去 就一刀就把他一只脚给砍开了 那么这个成了独角了 独角七以后呢 这个吴王和吕回去 就这么就伤重而死 这个是前面几个比较明显的错误 后面还有一个不太明显的错误 也被我们抓住了 就是说到他是呢 三国时期最后一个霸主 那这是错误的 后来勾建北上中原 与诸侯会盟 成为三国时期最后一个霸主 他是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 当然这个里面最大的错误呢 那就是因为既然说的是握心长胆 你看他一点也也没握心 也没长胆对不对 突然而来这个头悬梁追刺骨 那这个呢实际上是苏琴干的事 按照他身上肯定是不对的 还有一处呢就是我说呢 大家还是很认真的注意到了孙斌这个人物 夫差未报复仇 他命吴国大夫 孙斌和另外一位奸臣伯匹操兵买马 终于最后决定攻打越国 孙斌呢他虽然也是那个时代的人物 但他确实并不出现在吴国或者越国 而是吴子虚和伯匹当时是吴国进攻越国 所以根据萨苏老师的讲解 我们三队的成绩如何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队一共写出来了是 五个这个错误的地方 第二队写出的是六个错误的地方 然后第三个 然后呢也写出的是四个错误的地方 所以这一轮可以直接到我们安全区的就是 我们第二队所有漂亮的美女们 恭喜你们 恭喜 请进入到安全区 有请请你们进到安全区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现 他们接下来呢 要进行到的是下一轮的考试 马上进入到北方队第三轮的考试 考官当道 两组美少女分蓝队红队 分别登上四块积木组成的挑战台 进行挑战考官的环节 本期考官提问的内容是歇后语 萨苏马松两位考官向两方轮流出题 回答错误或回答不出来的一队 将要被抽走一块积木 在本环节 红队队员凭借他们的沉稳和学识 成功完成了前六轮的回答 而蓝队从第六轮回答失利后 也许是因为太紧张的缘故 在第七轮回答失败 并抽下第二块积木时 因为重心不稳掉下了积木 惨遭出局 而他们也成为北方队 第一批离开我们舞台的国学美少女 现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其实不应该是掌声 这个时候应该是 有点伤感 对 要跟四位姑娘说再见的时候了 在最后这个时候 我们也请每一位美少女 跟大家说点什么 很温馨 然后接下来的日子 姐妹们加油 谢谢 谢谢雪柔 好,姐妹们就靠你们了 加油吧 好,谢谢美婷 我会想你们的 加油 我会想你们的一句最简单的话 可是最真挚的祝福 谢谢 虽然这次离开有一些失望 但是姐妹们真的谢谢你们 因为有你们在的日子 我真的很开心 每一天都很开心 谢谢你们 你们要加油 谢谢,谢谢芊玉 虽然这是一个同组的调整 可以说是因为同组的其他姐妹们更加强大 所以你们需要离开 但是因为是统一组的 所以也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比拼当中 也为你们的梦想继续而战 对吧 谢谢你们参与到我们见 谢谢 不会有期 接下来您将看到 谁是北方组第一个离开我们的队伍 剩下的四个美少女 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精彩的才艺 掌握着生杀大权的萨苏老师 又将会如何决定美少女们的去留 别走开 中华爱美丽 稍后为您带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天津卫视国内首档 国学美少女综艺节目中华爱美丽 中华爱美丽是由中国天然玫瑰花枝 营品开创品牌 九朵玫瑰独家冠名播出 好 希望各位姑娘们收拾心情 因为马上进入到最后的环节了 这是一对一对决的时候 没错 进入到最后的环节 国学美女大对决 国学美少女大对决 北方组带定四位成员轮流抽签 两两对决进行才艺展示 由萨苏老师对选手的表演进行点评 失败一方将遭到淘汰 经过抽签分组 第一轮对决的两位美女是子涵和甜月 第二轮PK的两位美女是浩浩和九月 紧张的对决战即将展开 请 子涵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接下来你要表演的是什么 我要表演的是一套武当剑 叫实觉剑 那我想问一下甜月 那你有什么方式可以感触呢 那么我就打算以柔克纲 我是打算用一首描述 张爱玲与湖南城的情歌 滚滚红尘 一个唱情歌 一个舞剑 大家到底哪个更高一筹呢 你就要拭目以待了好不好 是的 我们现在把舞台放给你 收起两位 红尘中的情愿 起因那生命 匆匆不语的交叉 像是人世间的错 和笑脸不惊许的我 今生的情愿 起因那生命 跟随我俩的传说 来一来去难去 来一来去难去 书实在的真是有 分一分去难去 爱与恨的坚固愁 于是不愿走的你 要告别一不见的我 今生的情愿 起因那生命 跟随我俩的传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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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 ок 阿 阿 好 好,兩位的表演已經結束了 是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的兩種表演 而且是很難抉擇 因為各別都有各自的特色在 你知道有一位是完全不用嘴的 另外一個沒有嘴 就完全沒法表演了 那到底這怎麼判定呢 我們要有請薩蘇老師 這個毫無難以判斷的地方 我直接會判子涵贏 沒辦法 因為規則就是這樣 是的 要由薩蘇老師來決定去留 所以我們首先要恭喜子涵 恭喜進入安全區 恭喜 子涵的感覺有點勝之不武 是吧 是的 謝謝 謝謝子涵 來 天悅 而且天悅 你什麼話要跟大家說一說 我覺得為了張艾玲而被淘汰是值得的 這是一種 榮耀是嗎 情懷 情懷 因為它是你喜歡的作家 對,非常喜歡的作家 謝謝,謝謝你的參與 謝謝田悅 謝謝 擁有優美歌喉的田悅 就像歌曲中表現的張艾玲那樣 是個讓人一眼看不透的女孩 不悲不喜 不輕易表露情緒 即便是最後的離開 也同樣走得雲淡風輕 看似毫無遺憾 但在考驗中 不經意流露的笑容裡 我們仍然能感受到 這個女孩對舞舞台的留戀 謝謝田悅 謝謝你在舞台上留下的 每一個閃光瞬間 接下來還有另外兩位 她們的寵意怎麼樣 究竟誰會留在這個舞台上 而且誰會離開這個舞台呢 這將是北方隊 最後一個進入安全區的名額 誰能夠留下來 誰將離開 拭目以外 來 現在是這兩位美少女 對決的時候了 是的 九月你將會出什麼高招呢 我今天帶來的是一首琵琶曲 叫做《衛水晴》 是我當年比賽的曲子 拿出壓箱底的東西來 對 所以浩浩你也是 一定是跳舞了 對 我就來個5.5吧 到底哪個的表現 更得到我們老師的青睞呢 我們接下來把舞台讓給兩位 來 一起來欣賞一下 她們的表演 我一定要誇張一下 我愛你 但我一定會不會沒什麼好東西 我還要看你 我還要看你 是這兩位 我還要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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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這也是特別難判斷的 這也是完全不一樣的表演 一個安靜 一個跳躍 一個淑女 一個活潑 沒錯 怎麼辦呢 這個這個這個 薩蘇老師 又把他們提升給我 其實這個題目確實很難 因為他們兩個的表演都非常的好 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樣的來判斷了 但是最後呢 如果你一定要讓我判斷的話呢 我會選浩浩 為什麼 原因是這樣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九月 你的表演是非常出色的 但是因為你看到浩浩的表演了 就是他通過他的舞姿 他可以把任何一個人的思想表現出來 我相信在此後的比賽之中 他會帶著你的靈魂來參賽的 我能理解薩蘇老師的意思 薩蘇老師的意思是說 如果從長遠來看 就我們節目的長遠的錄製來看 浩浩可能可以適應得更多 因為記性有這麼多的變化 臨時準備的 相當的不容易 沒錯 但是也高度的評價了九月的專業水平 九月也是很棒的 好,我們先恭喜浩浩 其實浩浩在我們以往的節目當中 貢獻也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也會期待你更精采的表現 謝謝 好,恭喜加油 浩浩在我們的安全區 來 九月是我們這兩期的一個 內部調整當中 最後一個離開我們的美少女了 沒錯 而且九月其實在我們之前的錄製當中 也是屬於表現非常出色的一位 真是有點意外 你要離開 所以有什麼話要跟大家說嗎 我想說我最一開始 來到這個節目的願望 其實在這一刻已經實現了 我當時只是想說 可以借著這個舞臺 弘揚我們的國學文化 弘揚我們的漢服 我覺得今天我能站在這裡 穿著漢服彈琵琶 完成這一次演奏就已經夠了 還是希望我們 南方隊跟北方隊的小夥伴一起加油吧 把國學做得更好更大 很有情懷的一個姑娘 所以謝謝 謝謝九月可以穿著這樣的漢服 彈著琵琶 擺我們這樣的一個中國的這樣的文化 然後通過我們的天津衛視 讓更多的人看到 包括可能會有很多海外的中國人 他們會通過網絡 收看到這樣的節目 所以再次的謝謝你 希望可以趕快回來好不好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九月 我也相信那個美妙的畫面 會停留在很多觀眾的腦海當中 謝謝 謝謝九月 謝謝 拜拜 有禮儀非常的周到 再見 好 隨著九月的離開 我們所有的內部調整已經結束了 沒錯 二十二位能夠留下來的美少女的名單 也已經出爐了 是的 那當然因為這期節目 我們是北方隊的十一位 美少女最終勝出 我們再一次有請這十一位 獲勝的美少女 來到我們的舞台上 有請 來,有請 恭喜你們 恭喜 雖然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有眼淚 但是也有此刻的歡笑 沒錯 對 好,我們最後的口號 還能記住嗎 家人有才藝 鍾華愛美麗 希望各位我們美少女 在今後我們的比拼當中 能拿出自己最好的才藝 最好的狀態 因為必須再提點一下大家的就是 我們當中有九位 將有可能成為九朵玫瑰的形象代言人 也有可能成為余政 下一部新戲的女演員 所以一定要好好加油 好吧 好,那麼 鍾華愛美麗 我們下期節目 不見不散 拜拜,下週見 經過兩週的國學大比拼 能夠繼續前行的 二十二位國學美少女名單 終於產生 在這兩期中 我們不光見識到了美少女們 博學廣時的一面 同樣也發現了她們 可愛純真的瞬間 以及她們彼此間深厚的友誼 然而接下來 等待她們的 將會是更加嚴厲的考驗 更加刺激的舞台 大浪逃殺史見晶 究竟誰將有機會 成為九朵玫瑰的形象代言人 以及餘政心系的女演員 讓我們期待 接下來的中華愛美麗